可恶的小飞龙别跑 乖乖过来挨打 给我们揍一顿 没错 小妈咪救命啊 我被老猪追杀了 老猪 求求你们别再追我了 再追下去我就不行了 可恶的小飞龙 情人采坏我中的地瓜苗 不揍你一顿 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 二弟追 没错 这是一点点地瓜苗嘛 别着急揍我呀 我坦白 采坏地瓜苗的事情 这些都是小表妹干的 她就在旁边 你们揍她去吧好不好 什么情况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 地瓜苗关我什么事 可恶的臭表姐 你怎么能再造陷害我呢 哦 原来是小鱼儿干的 好你个小鱼儿 你给我站住 二弟一起盘他 你这个笨猪头 不分青红枣牌 怎么表姐说什么你都能信 你说什么 我是笨猪头 没错 二弟你就不能换个词嘛 对头 这样的二弟我远了 二弟这智商是没有救了 我要把你们都抓来包汤 不付脑袋 等一下 我警告你们别再追我了 再过来前面就是我的地盘 不安全 不安全 难道有陷阱 没有 那难道有恐怖的怪物 也没有 没有 我还怕个锤子 看我的追照 帮个打鱼头 再追过来 我就不安全了 小妹妹 给我挨了这么多的棒子 就是辛苦你了呢 还好被揍的不是我 嘿嘿 别高兴的太早 下一个就是你 小飞龙快给我赔钱 菜地坏了 我都没有青菜吃了 可恶的老猪 别想快把正仰头 终于进来到陷阱里 来了来了 小妹妹快让我进去 来这 没带我眼 糟了 我也被陷阱关注了 小飞龙继续跑呀 看我不打断你这小短腿 大哥 你没事吧 二弟我没事 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能棒打飞龙 打完就开门出去 习惯 怎么没反应啊 怎么回事 大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弟我 可恶的小飞龙 我大哥去哪里了 笨蛋老猪 想知道就跟我进来啊 完了完了 我又被陷阱关注了 我人是小短腿 快说我大哥去哪了 看下快用器官 跟老猪通关于禁 原来这个是陷阱的开关 我关 嘿嘿 打不着我 可恶的小鱼 看你拿我怎么办 让我来 再打开开关 通关于禁 小飞龙怎么又活了 我再关 我再开 我再滚 开 滚 开 小飞龙你手这么欠呢 能不能别 终于把老猪解决了 表姐也快为成天了 可恶的小表妹 你这是坑怪陷阱 还是坑人陷阱啊 怪物没坑着 倒是坑死我了 不好意思了表姐 技术人失误 等会儿我再改进再见 等会儿我再改进再见